這是一個什麼活動? 我們是那個花蓮縣政府 跟我們遊戲協會合辦的 就是在宣導兩歲以前育兒津貼的活動 這個空氣城堡呢? 這個跳床是協會這邊帶來的 你可以看到可以給不同的年齡層進去玩遊戲 主要的就是說親子教育 比較活潑 然後吸引家長可以帶小朋友來 不是一般的這種傳統講座 這是我們花蓮縣政府跟中華民國遊戲協會 還有夢想遊園地一起合辦的活動 主要在跟各個單位 我們講的就是部落啦 或者是邊鄉地區介紹兩歲以前的育兒津貼 那除了育兒津貼之外呢 我們也辦了很多的親子教育講座 那麼講座呢透過這樣一個遊戲的活動呢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孩子跟家長來參加 那麼這一次呢我們來到這邊呢 因為這邊的小子化的問題 所以小孩確實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還是有接觸到家長 那麼因為小孩少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接觸到很多的家長的情況之下 那會透過這次活動 也做了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直播宣傳的方法 那麼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小朋友 那等於是一個多元資源的整合跟宣傳方式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 今天好逛我們 好玩 好 謝謝大家 好 小朋友我們在這裡丟兩次 好 要丟兩次 好 要丟兩次 好 要丟兩次 爸爸 爸爸 哎 過來 找朋友 爸爸 爸爸 哎 過來 找朋友 找朋友 好 recipe 好